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大会上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并表示 世界上不只有五个国家 不少网友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为埃苏丹安理会 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利益服务 但却忽视其他地方人民的利益 我们强调 联合国需要改革 首先是安理会 世界上不只有五个国家 埃尔多安义正言辞地补充道 世界早已不是二战后的模样 为什么194个国家不能在联合国安理会内 为什么按照轮换原则 他们不能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 埃尔多安在大会上说的激情四舍 却没人附和 在小兵看来 埃尔多安这话说的有点问题 要是轮换了 那常任理事国就不能叫常任理事国了 实际上早在两年前 埃尔多安就提议将安理会成员国数量增加到20个 并取消常任制度 这次算是旧是重提 当然结果就像那个经久不衰的段子 土耳其要求取消安理会五常 一票否决 全被五常一票否决 联合国五常的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 靠的可不是投票 埃尔多安对膨胀的野心毫无遮完正常国家都在努力搞好对外关系 然而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在外交上的做法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比如波兰 蒙古 但要说外交搞得最差的 那一定是土耳其了 首先在金林上 土耳其与希腊几乎是世仇 土耳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时候曾经统治过大部分的希腊 后来希腊独立了 英法也支持希腊 可是土耳其依旧不知收敛 结果被打得差点亡国 如果不是凯默尔 土耳其可能就没了 亚美尼亚本来是土耳其的小弟 在俄图战争中土耳其弱势 于是亚美尼亚就动了换码头的心思 土耳其 二话不说 便在亚美尼亚搞了一次大屠杀 杀了超过150万亚美尼亚人 知识 亚美尼亚至今为何土耳其建交 历史上的土耳其是如此 经历过亡国危难的土耳其不仅不收敛 反而变本加利 即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至今仍旧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大国心态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苏24战机 意欲拉北约入坑 北约赶忙撇清干系土耳其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被美英接纳进入北约 在与苏联的对抗中 北约处处迁就土耳其 这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 导致土耳其丝毫不顾忌得罪欧洲 国家 比如此前埃尔多安为了总统拉票 大次攻击德法等国 致使德国驱逐了土耳其驻德外交官 得罪完欧美 又在叙利亚境内击落俄罗斯战机 随后又大放厥词 引得普京大幕 埃尔多安赶忙向北约求援 北约则第一时间宣称 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土耳其 埃尔多安只好向普京道歉 好在俄罗斯全力应付叙利亚战场 一时没空对付土耳其 如今土耳其里拉崩盘 正是美国对土耳其忍无可忍 决意出手教训一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土耳其的危机 源自其长期积累下来的 来自国际社会的不满 波兰虽然看不起额德 但是至少知道站队美国 土耳其则是自称一派 全世界都不放在眼里 究其原因 膨胀的民族主义是罪魁祸首 美国正在制裁土耳其 土耳其民众烧美元 以示抗议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 视频 图片 电影 游戏 关注军武思卫面微信公众号 文字幕提供 农事文章 字幕 农事文章 字幕提供 农事文章 字幕提供 农事文章 字幕提供 农事文章 5个筵子组文章 编号文章 Istexy设计画